维系生活安全的春安工作已经展开了 五节乡长简松树等人一同前往乡内分住所 以及守望乡租队来进行慰绕 制正执勤时可以冲击的物资 希望大家体力充沛落实请勿 五节乡慰绕春安工作展开 由五节乡长简松树亲自带队 一行人在晚间十点首站抵达五节分住所 对在过年期间不能放假的所有园景 守望乡住对弟兄们说声辛苦了 公所今年事先询问各工作团队的需求 最后制正泡面等可冲击的食物 希望大家执勤时别挨饿了 才有力气工作为乡民服务 公立春节是我们乡亲所有团队的最大的日子 在我们整个月子日一直到我们二月十四 是我们春我们同红的时候 在这里还有公所为就感谢我们宜景民红 以及我们守望乡住 预告所有的团队 对这段时间对地方的付出 今天特别和主席和代表会 以及我们所有的团队 港育同仁来慰问我们所有的团队 也依照我们各团队的需求 来提供物资 来感谢他们的辛苦 乡长检松树期待所有工作人员 除了维护治安之外 针对五节传议中心 交流到周边的交通指挥书导 也能发挥效益 协助交通顺畅 同时兼顾自身安全也相当重要 希望大家齐力做好今年的春安工作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